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家庭在废墟中搭建了临时庇护所 他们得以在这里斜斜讲 日军进行轰炸后 一位中国妇女看着支离破碎的家园 旁边是她的行李 她将要去往一处避难所 一位母亲带着自己的孩子 看着废墟中自己曾经的家 欲哭如泪 这对夫妻失去了家园 并在湖南常德保卫站中受伤 中国百姓们的前方就是废墟 他们被摧毁的家园 当然也有一些老百姓 在日军到来之前逃离居住地 突围一列火车 每节车厢都挤满了人和家当 他们要在日军到来之前离开 逃难者们带着他们的随身家当 登上了高高的火车厢 正期待着日军到来之前的 最后一列火车带他们逃离 编辑既往鲁学社其会返回搜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